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本乡是受欢迎的 为什么耶稣对他的同伴在拿撒勒的会堂里 为什么跟他们讲这句话吗 没有一个县制在本乡是受欢迎的 是因为他们听耶稣讲道理 他们很惊讶 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所认识的 是那个拿撒勒人耶稣 是弱斯的那个穆家的孩子 所以一个反复人 一个普通人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忽然间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而那种那个先知们的话 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人 不愿意接受耶稣是先知 不愿意接受耶稣是摩西亚是被拜见的那一位 而且也要考验的 说我们听说你在某某地方行了一些机器 那为什么在这里不去行那些机器 所以一方面他们不信赖耶稣 不放心的 另一方面他们要考验的 那这是一个很不便的一个毛病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会有 某一种几乎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毛病 是什么呢 是我们那个渴望天主 会满足我们自己的 什么对他的一些渴望 或是我们本来的概念 或是我们的欲望 就是我们要什么呢 要什么东西 我们就渴望天主会给我们 那如果天主不会满足我们那些渴求 那就觉得他没有用 觉得天主没有用 或是我们怀疑这个天主的存在 天主的灵灾 所以我们拒绝这样的天主 不要了 那这个是我刚才说是一个很不便的一个毛病 所以耶稣的董包这些拿撒勒人 他们也会有这么觉得 所以耶稣就给他们两个例子 那两个例子都是从圣经之内拿起来的 那一个是两个是仙子 一个是利亚仙子 那利亚仙子呢 他会去那个激东那边到一个寡妇的家去办住他 那那个时候呢 以色列也是就是那个那一带都是因为干扫 所以有饥饿 所以他就会去帮助这个寡妇 那而不是那个以色列的有那么多的那些需要他的帮助 然后呢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就是那个那个厄利手先知 那厄利手也是一样 他就去治疗那个那个厄利亚的那个拿曼 那个人一个麻风病人 那那个时候以色列也有那么多的那些麻风病人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这些先知 厄利亚跟厄利手都是一样 就是在以色列有很多人就看不起他们 就不接受他们 可是在那些外邦人当中很受欢迎 而且他们帮助很多外邦人 而接着他们就认识天主 接受天主 所以耶稣这样跟他的同胞说 跟他的拿撒勒人 他的那个同向的人这样说 那你们不接受我 如同那些以色列人不接受厄利亚跟厄利手 所以难怪他们很生气 就是发怒 也要杀死耶稣 所以要耶稣走那边的山 就把他掉下去 可是耶稣就很隆重地离开 他们就没事 所以这个事实也是肯定他们的罪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提觉耶稣 因为觉得他不符合他们的格局 或是因为觉得这个耶稣本来是跟他们一样的一个普通的人 那现在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不是他们所所渴望的一种模式 所以就拒绝他 不过他们的行为 想要杀死耶稣 那个行为呢 就是肯定耶稣刚才所说的话 没有一个先知 在本乡是受欢迎的 那耶稣 其实在别的地方很受欢迎 特别是那些外邦人 那些穷人 因为他们想不到的恩惠 就这样的是白白的领受了 所以他们借着耶稣的行动 能够认识天主对人的爱 所以他们接受耶稣为先知 那让我们也学习这些穷人 这些外邦人 而不要跟那些拿撒勒人耶稣 他们觉得认识他 其实不认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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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